等一下 Q&A 結束 如果有觀眾想請導演簽名 我們請離家到外面 外面有簽名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要準備下一場的開演 請問你們想要談關於 電影背景的背景 和韓國和韓國的戰鬥 因為我們不太知道這個地方 所以我請導演先介紹一下 整部片的背景 就是像庫德、阿拉伯 跟土耳其人之間的關係 請大家先講一下背景 因為我想我們對這個地區的背景 你不是很清楚 首先,我應該要說一些關於電影 因為我們在第一次關於電影 但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比較小的 因為它比電影的背景 還要比電影的小小小 但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比較小的 但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比較小的 但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很小的 所以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很小的 因為我認為這部背景 是一個小的小小的 比較小的 是一部背景 這部背景 是一個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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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跟 這個影片拍攝的地方其實跟台灣的性質有點像 所以它來自的地區其實就是伊拉克克烏特斯坦 是在伊拉克整個國家裡面的一個地區 然後他們是在1991年取得獨立 那這個城市剛剛講的克爾德克這個城市 它其實就是在伊拉克克德區的這個城市 跟伊拉克另外一個區 是阿拉伯居住地區之間的一個 它處在這個邊境的地方 在伊拉克克烏特斯坦有一個地方的政府 和法院的地方 而且一些東西都依照巴克德的地方 在這個情況下 它叫做伊拉克克烏特斯坦 在這個城市裡 有很多人在那裡 其實對於以阿拉伯居住友和伊拉克克�키 婦亡 你們也看到在這個研究中, 所有人都住在一起, 與他們的比賽之間的比賽, 以及互相互相互相。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混聚在一起 那影片中的那個體育館 就是那個空旺那個地方 其實也是他們想要舉辦 就是四個總輪去一起舉辦一場這個足球賽 機場足球賽 那如果你有任何評論或問題 我明白 所以他先介紹這些背景 那我們就開放給觀眾 那種有沒有什麼 你們覺得需要了解會有疑問的地方 那邊也有位小姐 您好 剛剛一開始導演有說 他拍這片非常困難 那可不可以請他稍微講一下具體的困難 是財務方面嗎 還是拍攝過程中就有種族上的問題 等等 謝謝 所以您在介紹的影片中 是非常困難的地方 是非常困難的地方 是那是財務方面的最困難嗎 是財務方面的最困難嗎 其實是在兩方面 但是 最主要的困難在拍攝中 當時拍攝中的困難 因為 Kirkuk 是非常困難的 我意思是 很困難的 我意思是 保險 當時拍攝中的困難 還不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在是更困難的 我們在這間地上 已經過了兩天了 我們在這間地上 已經過了兩月了 我們每天聽到這個爆炸的聲音 甚至在最後的爆炸 當飛行車的煙燒掉 我們應該是真正的爆炸 我們影片看到最後的大型爆炸 其實是真實的發生了一個事件 他們就把它拍下來 您可以說一下誰在攻擊 誰在攻擊 仍然沒有人知道 因為有很多的黨員 可能是一些阿Qaeda在那裡 他們發生了爆炸 還有很多的黨員 可能是一些政治黨員 可能是以羅來 以羅來和外國外 我問他說那到底誰在發動這些攻擊 他說並不清楚 因為有很多的不同的族群 或者是不同的政治黨派在發動這些攻擊 那我問他說是不是伊拉克 他說有可能 可是有可能是伊拉克政府 有可能是伊拉克地區以外的其他的人吧 是的,一些的... 我對... 一些的... 一些的... 一些問題是... 一些的研究是對美國的成長 但... 最主要的大部分是 大部分的研究是死亡人士 例如 一個的爆炸 殺了超過 80 人 而且殺了超過 100 人 一天 每一場的爆炸可能會殺死 80 人 可能有 100 人是受傷了 還有我 還有所有人在裡面 情況是很困難的 我們不知道 誰在伊拉克的情況下 所以對他們來說 情況是非常複雜 甚至在 最後兩星期的爆炸 我們在電話中收到一些訊息 他們在拍攝的最後兩個星期 他們還收到電話的威脅性 就是說你們在拍攝的最後兩個星期 他們還收到那種威脅性 就是說你們在拍攝的話 我們會拍攝的最後兩個星期 他們還收到那種威脅性 就是說你們在這邊拍攝的話 我們會拍攝車子跟還有裝備 然後再把你們都炸死 然後我們還不知道誰 然後為什麼 他們不曉得到底是誰打的 也不曉得為什麼要有這些威脅的電話 就像我所說的 它是很困難的情況 但是現在 它是更好 而且它是在克克克 和南部的伊拉克 並不是在伊拉克的伊拉克 而從由 ai說的 伊拉克韓國 Atversan 是1991年來的 oldest安全地方 ERCAN 所以基礎是在東邊的... 它是西寨? 對 OK OK 所以他要強調就是說 他所屬的地區從1991年獨立之後 其實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只有在南部這個城市問題特別嚴重 所以其實其他地方都還是很安全的 因為剛才講的那樣我很好奇 片中的直升機跟蹦蹦蹦 那些不是劇組安排的嗎 是現場發生就剛好順便排到的嗎 所以除了最後的攻擊是真實的 然後蔡英文是真實的 那些駕駛是真實的 還有其他人的影響是在演出的 你設定了其他人的吹哛 只有一個計劃 就是一件事 這是飛行機的設計 放火中的燃爪 但它不是真實的 而另一個不是真實的 因為最後一個直升機在煙霧中飛過的那個是真實的,其他都是他們安排的。 中間有魏先生。 Hi, so in this movie we see many unresolved plot lines, so many questions that go unanswered. For example, we never find out why I think the army of the police came looking for Ms. Hennen's father. We never find out why or what happened to the old couple in the motorcycle. And we never find ou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small stories that are just questions that are unanswered or unresolved. So, I'm just curious what is intentional and if so, why? I just explained it. I'm just asking that there are many small stories in the movie. And I think it's just a choice. In the middle there are no answers. So, I'm curious if he's not supposed to film this movie. Yes, actually it was like reality. then that question was in reality. That's why I put the same question in the film. The police is not coming for Hennen's father. But it's like, you know, we as an audience, we think that they come for that. But actually they ask for another person. It's for, it's my question, why they come to the football area, to the game area, to the stadium and, I mean, make this area more terrible and, I mean, unsafe. So, this is, those questions that I put in the film, you are right. Well, she answered, first, she is so private and exposed to news of the movie? The news, she explained, I had to move away from the movie! Do many of the books for these true things. They couldn't be treated here in a character. She came to respond after it. So she decided, I said, she guided me with won't answer. It's the truth of what all of the situation. Hercㅠㅠ is a real problem. Sin sir, what makes sure she wants to make this movie? Sometimes everyone's答 рядs about n�στian, and even if so, this issue is so broke as the police bring我覺得. 所以他特別是用警察 可能是代表了公權力吧 來到這個體力場 然後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加的不安全 因為隨時有公權力的入侵 然後讓他們的安全隨時會受到一些威脅 我忘了第二部分的問題 我曾經提及到阿蘇的弟弟 他一旦被殺了自己 其實是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到他死了還是不 但我只是想留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關於這個 就是腳踩到地雷受傷的小男孩 就是阿蘇的弟弟 為什麼呢 他要呈現說他是 他是想要自殺 其實並沒有拍出來 我想就是他要給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結局 因為我沒有想要示範 他的影響 甚至於在爆發中 你只會看到爆發中 另一個角色 就是那個老男孩 你也沒有看到 人們死了 或是血液 或是其他類似的 然後他也不願意在這個電影當中 呈現這個太流血的場面 譬如說這個爆炸 阿蘇被炸死那個場景 其實他想要藉著這個 他只是藉著這個 那個胖胖的那個配角去 連相感去呈現 還有問題嗎 中間後面 對 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 我覺得就是 他裡面有很多 就是 呃 象徵的一個 很多東西 像比如說 很多族群在一起 在一個 足球場裡面比賽 然後甚至說 那個 就是他的象徵 還有就是那個馬一直在 那個場裡面跑 有點象徵戰爭紛亂的這種東西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牧羊人 他 可能在那個 你們的穆斯林文化裡面 到底是代表什麼 那我的解讀是說 應該是一個就是 穆斯林文化的一個 對 整個歷史 就是包括現在紛亂的一種 疏離的末世 這種感覺 對 那就可以請導演為我們解釋一下 謝謝 你講牧羊就是戴眼鏡 一個眼鏡配掉那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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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像 很多的 有很多 有很多的 像 有很多 這個 有一個 小孩 那是 還有 是 那是 在某种类的会认,也是 这一个森林的会认,是 还有主持人的手术 是戴上风格的衣服 是你的面前的 有什么意思吗? 所有这些人和猴子的意思吗? 鸟的特别人和猴子 對,對我來說,他們不是像一個象徵, 但是像一個主角的主角 我想,所有主角的主角的主角幫助他們 更多的主角,更多的主角 對我來說 例如,鞋子是像柔軟性的柔軟性 它是柔軟性的柔軟性 它是柔軟性的柔軟性 也會變出柔軟性的柔軟性 是否立這個柔軟性 因為要看到柔軟性的柔軟性 而曾經常來發生的柔軟性 就是幫觀眾去了解 怎樣去界定這個角色 但我並沒有認同 因為弟弟並沒有代表任何的象徵 而狗狗 狗狗是另一種角色的角色 因為他笑了為所有的角色 和困難的情況 在這個角色 所以另一種角色 他改變這個悲傷 和困難的角色 和困難的角色 都會有很多的角色 在這裏面中 在這裏面中 對於這裏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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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多角色 在這裏面中 對於真實的角色 對於這裏面中 並且在後來 哭在那裏面中 他還不斷促的角色 牧羊人代表 就是這個 這個主角 阿鎊的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 他一方面想要很努力地去 很主動地去改進 或者是改善這些地區的這些 種族之間彼此的第一 另外一个就是说,陈欣他对这个地方的爱。 但是,陈欣他看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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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不一样。 如果他想问我什么是这个象律,可能在你的心里,你能看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的心,这是我说的,我会表达给你一个英语。 对他的讲,牧羊人代表就是阿守的另外一个观点,除了是喜欢很热情很主动之外,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比较旁观的看。 另外他是说,每个观众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你可以解释他是有象征意,或者是他没有象征意,都可以,所以就也是断看你自己的解释。